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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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晨 我是周敏玲 欢迎大家来看 《聆听主声》 今天是6月30日 经文在《生命记》28章1-6节 和15-19节 題目是蒙福宇宙座 第一 在田間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產的 生畜所下的 以及牛族 羊高 都必蒙福 你的康子和你的全面盤 都必蒙福 你出也蒙福 入也蒙福 第十五節 你若不聽從耶和話 你神的話 不謹守進行他的一切界命律例 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 這以下的就座 都必追隨你 臨到你身上 你在城裡 必受就座 在田間也 必受就座 你的康子和你的全面盤 都必受就座 你身所生的 地所產的 以及牛族羊高 都必受就座 你出也受就座 入也受就座 旷野旅程 四十年後 摩世 未被神接到天堂 他被以色列人 從神領受的 一系列的說話 在生命記第28章列出神 如何祝福服從他的人 亦如何就座 不服從他的人 未入英許地之先 這個選擇 是清楚不過的 初信的人該 及早學習 如何在神以下生活 並信靠他的公義 我們不能 沒有問責 和界線 地生活於世上 聽話的以色列人在城裡和田間 也必蒙福 不聽話的以色列人在城裡和田間 也必受就座 一般來說 城裡和田間 代表著全國的地域 然而我看到今天可以應用的層面 有很多國家 包括加拿大 城市和田間 都有一個差距 城裡 比田間 有更好的醫院 教育設施 政府服務的門徑 經濟和商業的機會 公共交通 互聯網服務 田野的人口 可能覺得很委屈 卻得到城市人口 這個無寧兩可的回應 除非解決田野人口的需要 否則 爭執 不會停息 如何舒緩這個張力呢 只有愛神 和愛倫舍 遇同自己 這個會營造正確的態度 去分享財富和機會 服從神果然 叫眾人蒙福 第二 聽話的以色列人 會在生養眾多上蒙福 而不聽話的以色列人 會在生產上受到咒作 我見到一個現代的應用 在畜牧和魚塘的操縱上 普遍多用人工化學 的治療 是的 我們的生畜和魚類 都會長得更快 更肥 但他們所吃的東西 都在我們進食的時候 進入我們的身體內 我們都不知道長期的影響是怎樣的 如果我們能夠讓自然 去正常進展 我們的健康也少一些冒險 但牧場和魚場的老闆 就減少利潤 我們主要的關注是什麼 健康還是財富呢 聽做神的話 叫眾人都蒙福 第三 聽話的以色列人在豐富的食物上蒙福 不聽話的以色列人在食物的短缺上受咒作 當神創造世界到第三天 有這樣的記錄 於是 地發生了清草和結種子的菜疏 各從其類 並結果子的樹木 各從其類 果子都包著核 神看著是好的 創世紀第1章12節 神的意思是 菜疏和果樹 都是靠種子和核來繁殖的 但現今我們有些沒有核西瓜和葡萄等等 什麼事發生 Monsanto基因改造種子 一旦牧場改為生產沒有核水果 他們就要用每年都要購買Monsanto的種子來下種 因為園裡再沒有果樹 是有核去增生後代 基因改造的玉米或粟米都是同一道理 換句話 我們的食物安全已經操縱在Monsanto公司的手中 我們追求吃沒有核水果是智慧之舉 當然不是 服從帶來神的祝福而不服從帶來神的就助 這是自然的結果 最後 聽話的以色列人 出入都蒙福 不聽話的以色列人 出入都受就助 旅途上的平安在古時 是十分重要的 因為有盜賊和野獸威脅那些 途人的安全 現今我們有多樣的意外發生在陸路 航空和水路上 我們仍然求主連吻我們的旅程 然而生命在神的手裡 我們只能盡本分 不走後駕駛 或是約後駕駛 但我們也要鼓勵別人 不是做這件事 神常常要祝福 不是想就坐 天上的父神 你的旨意最美善 和最崇高 請幫助我們欣賞 你的恩慈 和好意 讓我們服從你的喜樂 讓我們珍藏你的律法在心裡 好叫我們在你的眼前 活得更加美好 我們感謝你諸般的祝福 榮耀眾揚 你聖結的名 阿門 多謝大家收看 願祝大大祝福你們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那個響靈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一天上傳的視頻的通知 謝謝 按下 郎 本靈圖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